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13号下午率领 第29届全国大专院校 杰出服务性社团 即社团领袖结清奖的师生代表 前往总统府接受副总统 赖清德的接见跟表扬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 医学系四年级的王伯钧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 风新学青年服务团 然后是去年的团长 然后首先就很高兴 杰仁会有这个活动 让我们来参加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 上医医疗服务部的刘旭成 那我们这一次得了 这个结清奖第29届的社团奖 那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得到这个奖项 副总统赖清德表示 德热莎修女曾经说过 从别人需要可以看见自己责任 她肯定得奖师生的爱心跟努力 前任会让大专院校的学生 投身公益让善行义举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 学子参与改善社会风气 我是国际结论会中华民国总会 今年的总会长赖文珍 今天很高兴带领 第29届结清奖的得奖同学 跟指导老师 来总统府接受副总统的接见 那副总统对这些同学 跟我们结论会 给予很大的肯定跟鼓励 我是台中市和平国际结论会 第29届结清奖的承办会会长孙芸芸 那很开心今天能够带 我们这一届的得奖的学生 来进见副总统 这三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有很多这次的参赛 参赛学生 大部分都是医疗界的学生 他们到三地啊 到偏远地区 来做医疗 OK 大家好 担任和平会两届的会长 还有总召 那承办的那个公益社团结清奖 那个大专院校公益社团的这个选拔呢 也有四五年的 四五届的这个经历了 在表扬大会后的参会中 孙芸芸会长表示 今年第三十届结清奖选拔报名 将在2023年9月30号截止 欢迎全国大专院校服务性社团永远参加 记者李嘉金 朱克明台北报导